今天也是快要三十支 這個球投手直接籃到 現在往二壘傳遍 哇 這個球啊 結果 傳二壘這邊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其實像昨天的 之前的比賽啊 也出現這樣 就是投手籃截 記得上次是陳煥陽 也就是林婉恩受傷的那一次 也是投手籃到之後要傳球 但結果又傳遍了 五 七 七 不過這個球確實傳得有點勉強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游擊手過來的時間 事實上是不是那麼充裕的 那當然投手有第二個動作 要準備傳球的時候 這個球放球的點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好的掌握